假如我是个超级学霸时 你太喘了是吧 他回去给我检查了十遍八遍了 老师我赶时间 校长说他找我有事 不就是跟校长有点关心吗 到处想拜啥呀 真个人 校长多忙啊 他哪有空找你这学渣呀 你该不会是为了找点交警出去玩 随便编个理由 懵老师吧 校长是真找我 不信你可以去办公室问他呀 万一我去问了校长说没找你 那我多尴尬呀 我不管 反正你就是随便编了理由闷老师 今天我是不可能让你提前交捐的 考试结束前你休想踏足教室半步 校长问起来就做我说的 好吧 三发你怎么回事 早就让你上办公室找我了 怎么害得教室呢 我去不了啊 我老师他他他他什么他 校长 我早就让他去办公室找你了 他偏不 说你一定得等考试结束了才肯交捐 我我我啥 老师你刚刚不是这么跟我说了 你都没没是你不让我提前交捐啊 校长 我是想让三发养成好习惯 他老是提前交捐 这臭毛病得改一改 万一你说将来高考也这样 因为这个坏习惯 考不上好的大学 他多遗憾啊 老李你这个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三发他肯定不会有这个遗憾 因为他已经保送清华了 高一也能保送啊 没办法呀 这小子天赋异禀嘛 有啥了不起的 终有一天我也能被保送 对了 你们班那个牛爱花也被保送了 不过那个学校不一样 三发保送也就算了 这牛爱花他凭啥呀 我就说吧 我也是学霸 装三发在我面前 那顶多就算个学长 校长 我保送了哪个学校呀 战斗兰祥 假如我是个超级学霸 十一 真符了 咋才三十八分呀 这让我回家 咋跟老母亲交代呀 有啥好交代的 衣服穿厚点 回家爱顿七匹拉不就好了吗 咋哪都有你呢 三发你考多 一百四十九 我去这次的题这么难吗 连你都没满分啊 那这么说的话 我考三十八也正成 你那一分是打扣的呀 这还用得着问吗 肯定是这学渣召集出去玩 没来得一起检查就提前交卷了 活该 我没提前交卷 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不小心把卷子整湿了 卷面整洁扣了一分 这也行啊 三发你这么牛 我还是头一回听见这么奇葩的理由 三十发听朋友圆帅是你家亲戚吧 你俩一样 都属猪 那样牛儿花你说话咋都难听呢 你有什么资格笑三发 你考多少分啊 我考一百五满分 我咋没资格啦 那不就比三发多了一分吗 有啥了不起的 你懂啥呀 我考一百五是因为满分他只有一百五 他考一百四十九 是因为他只能考一百四十九 你明白吗 不明白 不明白就算了 跟你说这些简直最牛腾气 这次考试咱班简直一塌糊涂 连平时学习成绩最好的三发 才考了一百四十九 幸亏我考的好 用不用给你拿个喇叭喊呀 这能得神 接下来我念一下成绩 第一名 张三发一百四十九 我考一百五老师怎么还没表扬我 直接就说张三发了呀 不行 我得提醒他一下 老师你搞错了吧 我考一百五呢 凭啥是张三发第一名呀 啊 一百五 你卷子拿着我看看 你这不十五分吗 后面那个零食试卷上本来就有了 你这周世界全都是叉叉 还一百五十分 你咋这么敢想呢 这考的什么晚呀 明天晚上给我叫 假如我是个超级学霸十二 一会儿我要去参加个学术研讨会 你们在教室安安静静自习 老师你就放心去吧 我肯定安静自习 张三发你看好纪律 有人说话就把他名字记下来 啊 老师让你管纪律那时看了起你 你还不乐意了 真不是好胆 那牛爱花你帮忙看一下纪律吧 好的老师 关键时刻还得受 这个是啥呀 不就管个纪律吗 你懂啥呀 老师把这么大个班纪交给我 是单纯管纪律吗 这是对我的信任 那你也就是个替补我 一开始打算到三发馆呢 没打算叫你呀 哎 好了 王鹏说话 名字给你记了 喂 这个 公报私仇啊你 你别笑 老师你看看他 就他的那通管纪律 谁让你那么多话呢 就该记 我去开会了 我还去开会了 都给我自学点 老师等等我 我也去 你去干啥呀 开研讨会呀 你一个学生去什么研讨会 那会议上讲的你听了懂吗 你什么你呀 别以为自己考了几次满分就了不起 还跟老师去开会 你也配啊 哎 校长你咋来了 我正准备过去呢 上三发呢 那座位上呢 他刚刚还准备 他跟我一起去开会 你说这不扯吗 咱会上讲的 他哪听得懂 所以你是没同意让他去啊 那肯定的 我脑子又没瓦上了 怎么怎么可能让他去呀 他是全国数学竞赛第一名 也是这次研讨会的主角 你不让他去 那这会谁开 你开啊 你开 这这这你早也没告诉我呀 三发同学 那咱走吧一起一起去开会呀 有二话刚刚说我不配 我不去了 除非他跟我道歉 不你这 你二话 你赶紧跟三发道歉 让我跟他道歉 我不嘞 叫家长还是道歉 二选一 假如我是个超级学霸 上午我课你都敢睡觉 上三发你给我站起来 这下你完蛋了吧 这可不是数学课 语文老师才不会惯着你呢 这篇文章作者想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你来回答 中心思想就是 他觉得包子很好吃 想再来两个 胡言乱 这都谁跟你说的呀 我上课不是这么讲的吧 老师 他上课一直都在睡觉 肯定没有认真听一下 还是我来替他回答吧 作者身在异乡 却吃到了家乡特产的小笼 由此产生了浓厚的丝香之情 嗯 牛爱花回答得很好 不对吧 老师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篇文章应该是咱校长写的 他家乡特产也不是小笼包呀 你一个上课就知道睡觉的学渣 还敢质疑老师的解读 别捣乱了行吗 要不你还是继续睡觉吧 张三发这节课你就给我站着上 胡老师 校长你咋突然过来了呢 我们今天正在学习你写的这篇小笼包呢 文中您多次以赞美小笼包的方式 来体现对家乡的思念 这种写作手法可真是高明啊 校长 我说你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就是单纯的因为小笼包好吃 才多次赞美 老师那么批无信啊 你快给我解释解释吧 胡老师你可能搞错了 当时我写这篇文章 确实就是单纯的因为小笼包特别好吃 打 校长你看 我之前就说了你这篇文章写的不行吧 那读者都根本理解不了你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 你闭嘴 校长这篇文章可是拿过市里一等奖的 你小小一个学生有什么资格点评啊 胡老师你这话说的可不对 三发他还真有这个资格 他写的那篇 假如我是个超级学霸 获得了市里的作文比赛第一名 还登上报纸了呢 那有啥了不起的 不就是个第一吗 我也就是这是运气不好 不然你肯定是什么 对了 哎呀 我们把他有爱话 那个真实事啊 你也拿了个基因 我又说嘛 谁刚刚发病的学大都没拿起 我咋是谁打不上呢 那是什么 我们他必须的真实表现 我们也曾经一起努力和患难 也曾经有过 为难怪相比成潮的温暖 这张书装 是你也就在